好 剛剛我咕咕弄弄一大堆 在說我上個禮拜在做什麼 就談到了工商博士的管理課程 組織行為我一直覺得 那是對我容易的課 我說真的 結果就中間八個同學之中 就只剩下我跟一個同學是健在的 那另外一個同學呢 我就想一想說 哇 我作業如果交給你 因為我們已經上了大概半年以上的課 我交給你 我人生就毀了 我這個A會變成C啊 所以呢 我就說 好 你不要動 你不要動 我寫就好了 結果我就這樣三天 大家在招我出去娛樂的時候 我本來很愛在學校後面 就是有按摩院的 我就會去按腳啊 或幹嘛 每天我就覺得這樣很娛樂 我那三天是每天都對著電腦 又開始在寫報告 當然啊 就是通過了 結果到昨天 我回到就是六點下課 但是我去搭飛機 回到家已經是十一點 這已經是最快完全沒有delay的時間 回到家呢 看到我的桌上擺著五本書 其中有三本是昨天半夜要看的 那麼那時候我在想說 那裝死是不是很快樂呢 我就不要看啊 可是你知道人就是這樣 那個負責任是一條該死的靈魂 我就開始 我真的到了半夜兩點 其實我已經熬了很久了 好 就還是把書看完 但還好有這本書 我覺得這本書基本上 是跟我的靈魂震動比較相干的 我沒有覺得那麼委屈 所以有的書真的好硬你知道 人生不只是一場馬拉松 好 作者就坐在我的面前 藍白托 你好 丹璐姐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們兩個以前有沒有見過面 有 有 對啊 有啊 我訪問過你嘛 對對對 但因為我一定要這樣問是因為 我後來發現了 我記憶力已經不太好 可能是因為我訪問過可能近萬人的關係 那麼 來 這本書我覺得可以給大家很好的一個啟示 你先跟大家說你最近執行的計畫是什麼 好 最近執行一個叫擺公計畫的 那這個計畫也是因為開始寫這本書之後才有這個契機 什麼是擺公計畫呢 就是在寫書的時候我覺得有時候作者就是要以身作者嘛 所以寫著寫著就覺得有時候有遇到一些瓶頸啊 然後也會過不去啊 那這時候覺得說如果自己都過不去了 那我又再寫出來 那這樣不是有一點是在騙讀者嘛 所以在寫的時候我就跑去打工了 那當時其實在打工的時候也會覺得說 內心上很糾結啊 自己這樣的身份啊 或者是對 就會內心很多的一些情緒 可是就這樣坐著坐著 然後這樣編寫書 我發現好像有一點動力了 然後好像找到一些以前找不到的一些能量 所以這本書也回歸這本書就是 我覺得人生有時候可能不是一個直線 它需要在你跑的時候 然後需要一點彎曲 然後去體驗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它不只想馬拉松 它是可以在某些時候停下來 比如說在中途休息站的時候 你可以喝水喝酒一點 然後享受的風景 然後享受大家一直在超越你的這種感覺 你覺得我去讀書其實跟你講的感覺是一樣的 它也只是旅行啊 它是另外一場馬拉松 雖然也許你短跑就可以了 但我還跑了一兩場馬拉松 可是這是跟我日常的生活軌道不一樣 事實上這是一種旅行的方式 但是大家聽了會覺得自討苦吃對不對 可是你要去看你想做什麼 每個人喜歡的不一樣 有的人就談到書就說 你這樣不會很累嗎 但其實我雖然就是有八個人的那個報告 我一個人做 我其實也一直在咒罵他們 但是其實就是你的身體或者是累的 思考是累的 但是靈魂不是累的 你可以體會旅行那種遇到困難的感覺嗎 雖然很多人都說做喜歡的事 就是好像會很享受 其實有時候做喜歡的事 反而會有一點抗拒 可是那種抗拒是有一點是享受的抗拒 然後甚至你累完之後你會覺得 哇累完之後其實你會有一些收穫有些能量的 它好像就是你剛開始跑馬拉松 如果在練習的時候 其實你的身體其實就是自己的反抗 可是當你跑久了之後 其實他就習慣了 對 就是即便你看再厲害的馬拉松選手 他都會累 沒有不會累的馬拉松 而且你是的確是不能每天跑哦 你還是中間要休息 但是那是要聽你的節奏 而不是別人看你跑那麼快是不是很累啊 可是人家其實他不跑會死啊 真的 然後所以也遇到一些朋友 然後他就是太喜歡運動 然後他就是運動到就是說生病 因為醫生跟他講說不能太常運動 然後大家就覺得他得神經病對不對 但他其實在那個過程之中 事實上他人生沒有後悔 是 對 然後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 雖然做喜歡的或做不喜歡的事 其實有時候反而要傾聽自己的那種直覺 所以書裡面也提到說 有時候要相信自己的直覺 可是有時候長大就是這樣 就是你又會抗拒自己的直覺 就會一直拉扯 所以書中也寫到很多 有時候你要做喜歡的事 這是你的直覺 可是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一些因素 那你要怎麼樣取到一個平衡點 其實你這本書裡面 等一下我會請你朗誦一段文章 因為我想這段文章非常有趣 講的就是你的小孩 有一天他不想上學 那通常很多爸媽都會苦勸 其實我後來發現 人都不要勸任何人 勸是真的沒有用的 就好像我不管做什麼 你給我建議你給我期望 其實我心裡知道一切無效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幸福好時光 好那麼剛剛說小孩不想上學怎麼辦 而且那個孩子顯然才是小學 其實孩子也有很多的壓力 大人也不要老是告訴他們說 你們現在讀書的時候最天真最快樂 我們自己讀書的時候 也沒有覺得自己很快樂 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辛苦之處 那藍白拖到底是怎麼做的呢 我請他這句念給你聽 好 關心他為什麼不想上學 總是一句就是不喜歡啊 明明學校沒什麼作業壓力 老師也說狀況正常 就跟你不想上班一樣 對 當然就是找不出抗拒的動機 當時找不出原因 然後也加上孩子抗拒力道增強 我心想不想上學那就上路吧 接著向學校請假 父子去搭便車環島 帶著孩子逃跑去冒險 逃離不喜歡的地方越遠越好 這些點滴也還曾記錄下來 在路上 我跟他聊生活與美食 就是不聊學校的事 離校出走幾天後 他終於放下防衛盔甲 開始禽土真實的感受 因為在學校沒有朋友 同學笑他是笨蛋 害怕老師說話大聲 移動環島的日子 他的失去連同行李一起被整理 知道自己雖然討厭學校 但是心底還是想和同學玩 他最後主動選擇回去上學 日後再抗拒上學 而我也開始思考 怎樣是適合孩子學習的環境 身為父親我能給他什麼 幫助他什麼 拒絕事件後 我和他開始一起執行了一個 真心話大冒險遊戲 每晚睡前 我們一定要聊聊自己的開心與不開心 約定以後有不想上學的感受時候 就再次離校出走 一起去探索內心的感受 當時孩子聽到這約定笑著說 我覺得上學比較輕鬆 在太陽底下燃便車太辛苦了 他臉上的笑容終於回家了 這件事也讓我知道家有溫暖 但也有結結 有無法聊真心話的魔咒結結 你這個結結講得真好 因為我仙俠劇看得很多 若要打破結結 必須離家出走 人走出去不代表心就回不來 有時反而出走是找回初心的方法 我曾對孩子說 如果有一天你無法上學或上班 無法做自己 無法努力了 那就整理行李 我們一起上路逃跑去冒險吧 這段話也送給大家 不過你真的有這個簡單的念 因為其實我覺得你的小孩 講那個內心感受還蠻有趣的 他說我覺得上學比較輕鬆 在太陽下燃便車太辛苦了 其實你做對了 千萬不要帶他去豪華之旅 對有時候是害小孩 對他會覺得 哇那這樣就都不用想什麼 我後來發現 以前我一直想要盡責的 當一個好媽媽 然後呢 就我以前自己沒有的物質條件 我想我多少給你一點吧 對不對 那我就帶他去 每個寒暑假都去歐洲旅行 然後我後來發現我錯了 因為那種沒有任何刻苦的 比如說旅行團的行程 或跟朋友的行程 他還是一個被動式 就應該跟我們應該要去跟他燃便車 讓他知道這現實生活其實是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你的確很辛苦 對 真的 所以我覺得戴龍姐可以下次帶小孩去印度啊 那裡有點 我自己可能也未必應付得了 我自己去都戰戰兢兢 對 環島是個好 不過我認為他會去警察局投訴 現在大了 可是我覺得環島反而讓小孩看到 其實台灣人是很善良的 而且是步行環島 那當然有時候不一定會成功攔到便車 那我這場也是學習 就是說那我自己也可以設定說 比如說半小時攔不到 那我就是去轉搭公車後車 老實說台灣其實交通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那這樣也學會彈性 就是你有alternative 就是有另外一個選擇嘛 但你可以試試一般 你什麼都沒有是什麼方式 對 所以我覺得自從這樣之後 然後有時候在跟小孩聊的時候 他就會很記得他那時候可能拒學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把他帶我去環島 那有時候就跟他聊說 對啊你不想上學 走啊我們去環島這樣 小孩的記憶其實很片段 有些東西他會忘記 但某一些印象深刻 比如說你帶他去環島搭便車 他會那個記憶會流下來 就好像我們以前不管書念的好或不好 其實我念的書都忘了 但是記得的就是那一兩件 在你生命的轉折點很重要的 但別人看起來無關緊要的事情 對 所以其實這也教會我就是說 反而在困難的時候 不要急著去解決問題 而是要去創造那樣 可以讓自己很記得的那個記憶點 你在這裡還寫說看到蟑螂要起身打死才能消滅 焦慮也一樣 躺在那邊喊說蟑螂走開 它是不會消失的 不要讓焦慮盤踞心靈移動是最好的方式 我完全同意 可是其實雖然這樣講是很看 聽起來很簡單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難的是 當你在焦慮的那個時候那個狀態 其實很容易習慣把自己困住 所以反而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讓自己培養一個習慣就是焦慮來 比如說你在大疑的時候疑獲的疑的時候 你就去大疑 那就是疑動的疑 然後你小疑惑的時候就是小移動 然後培養自己這樣一個變成一個習慣 其實焦慮是人的本性 尤其是如果你這種天生想要這個寫些什麼的 或者是你心裡知道你不是習慣於 不可能習慣於一般大家都說因如此不可的生活的 假設你是這種人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去做一點事情 你躺在原地那個沙發上 其實我很怕一整天躺在那裡沒事幹 不是說我閒 就是說不是說你閒不住 而是因為如果你很閒的時候 你有時候新的焦慮會上來 而且是自動的 因為你的人生再也沒有新的趣味 對啊 所以常有人說運動可能會增加你的腦內肥的 比如說增加 那反之就是如果你停止的話 那有沒有可能腦內肥是減少的 所以有時候 對就是應該這樣就是要鼓勵自己 然後要有更多能量 那我覺得以前可能都會寄託在 只是去旅行或享受美食 可是我覺得這很容易被滿足 所以應該要 你後來會連旅行 像我也走過很多國家會厭倦 真的 對就是很多東西名勝古蹟 再也提不起你的興趣了 不是因為你看過或沒看過 所以你現在才在體驗生活的另外一個面貌 對啊 就是我在反而創造一種不只是旅行的 那以前當然就會寄託於比如說在旅行的好奇 幸福好時光 好我們今天訪問的是藍白托 這本書呢 這個是 重版文化 對 這他的姿態小 太謙虛 重版文化出版社 人生不只是一場馬拉松 你現在如果覺得很悶的話 他可能可以療癒你 就好像我昨天半夜在看的時候 雖然那時候我真的很累了 但我看的時候還是覺得說這本書來的正是時候 當然囉 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你現在看我現在精神還不錯對不對 我有吃一顆趙先生推薦的那個豪動跟豪友粒 好 那麼 我們在這裡講一件旅行中非常有趣的事情 也就是說 這個豪友在後疫情時代飛出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旅行體會 就是你是在自討苦吃 但請問那個區別在哪裡 真的 這個故事情就是 當時在臉書看到一段 就是一個朋友留了一段話就說 洗衣服洗碗拖地整理家裡 喜歡這樣的旅行生活 可是在台灣就不喜歡 同樣的生活所是旅行就喜歡 沒旅行就不喜歡 妙不妙 對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等一下我舉我的例子 我覺得這個為什麼我很有體會 舉個例子就是 譬如說以前在旅行的時候就很喜歡當背包客 那你住背包客站你就會很習慣的說要整理啊 然後去廚房你會要洗碗啊 然後你就也不會抗拒 然後你就覺得很理所當然 可是現在有了家庭有了小孩回到家 內心就好像被設定了一個我不知道就是 好像看到這個就會抗拒 所以我覺得也是透過這本書一直在摸索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我們來講那個洗衣服好了 我剛剛有跟藍白托分享 像因為我在長沙就習慣住一個就是我朋友的 他有股就是有股東 所以我又可以用只要付清潔費 我就可以住進那個豪華公寓裡頭 那後來說是豪華呢 其實跟其他飯店也差不多 為什麼我每次要回到那個飯店 我心裡都覺得好棒 原來是別的飯店沒有洗衣機 只有他有一個安裝在裡面的 房間裡面自己有那種小滾桶 那小滾桶還會15分鐘就幫你把衣服都洗好 你只要倒洗衣機然後就烘乾 所以那個洗衣機讓我興奮 後來我就覺得自己開始研究自己 就覺得我好像有點莫名其妙 我家洗衣機不是功能更好嗎 可是我在家裡能夠把衣服拖到什麼 多久或是請清潔阿姨來做終點 因為我真的很不愛做家事 就等他洗 就在那邊耍賴 那為什麼我會對一個旅行的飯店的洗衣機 感覺到很珍貴 你看那就是旅行跟日常生活中的 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旅行就馬上又切換到一個 跟以前生活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情境 甚至一個世界 那很多時候我覺得也是透過旅行 一直在摸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所以其中有一篇也寫到 我覺得旅行有點像是一個 你說內心小宇宙的 萬有引力裡面的好奇心 幫助你維持情緒的平衡 因為你到不同星球去了 對 然後這感覺有人常說心流 其實旅行就把你又帶到另外一個心流 那你會很享受 然後可是有時候你在那時候其實很空的 有點到殘養的感覺了 然後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你還有一篇叫做 你還記得第一次看世界的眼神嗎 對 所以有時候我常會想說 像天津 大概十幾年前第一次旅行 然後那樣的熱情 那現在旅行當然也會很興奮很期待 那些你害怕的 因為接下來他會讓你在生命中就記住一輩子 是 有些場景很妙 有些場景你想要特別記 記不起來 真的 但有些很莫名其妙的場景 就反而是你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 對 像譬如說 鄉親淡如姐有今天就是你去個地方 大概天會說有沒有什麼難忘的 然後遇到什麼危險的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若換角度想 幸福好時光 好 這是藍白拖的一本書 人生不只是一場馬拉松 好 剛剛講到當我們遇到危險的時候 嗯 對 就是很多時候當我們遇到危險的時候 就會很習慣性的 比如說停下來 然後 可是停下來不是不好 有時候停下來就變成 停下來太久就變太猶豫了 嗯 所以這本書我也在思考說 那在猶豫的時候可以怎麼辦 那以前當然就會很抗拒嘛 然後就會很焦慮 所以其中也寫到一篇說 欸猶豫有沒有可能像是 小鳥的一些鳥的換雨期 其它們對 換雨期的時候 其實你的翅膀是那個是最脆弱的 嗯 可是你換雨完之後 其實就是變脆硬的 嗯 所以反而當你在脆弱的時候 其實接下來你要期待的是 你接下來你可能會長大了 然後你接下來會可以飛翔了 嗯 其實有時候旅行會讓你知道一件事情 你就是要活嘛 存活 嗯 那這個環境跟你以前的不一樣 那如果你要繼續往前走 你就要想辦法找出自己的路來 而不是說 嗯 永遠在同樣一個刻舊裡面 有時候走遠了 你反而會自己想開了 那常常呢 我在看那個天空 或者是看那個海的時候 就想說 其實我一點都不重要 你知道 我們就一顆沙啊 不久就是緣起緣滅 就再見了 我到底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煩惱 所以我每次看到海 我的人生就沒有困擾了 這是真的 所以就回應淡如姐 所以我裡面有寫到一篇就是說 你去看那些大海啊 高山啊 其實他就是一個很好的心理治療師 然後他很棒的就是 他就會聽你講話 然後他不會責備你 然後他不會給你太多的建議 甚至你講話都不需要發出聲音 對 所以就像剛剛淡如姐講就是 其實你跟他對話完之後 你內心 你本來你的擔憂啊 好像就自然而然放下了 所以其實這也是鼓勵著我們 其實有時候 當你焦慮啊 然後害怕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 因為我們都會覺得旅行嘛 雖然剛剛躺到旅行 可是我們會被困在 那是不是要出國要怎麼樣 其實不用 你可能就找一個 你在某一個 你可能周遭有安全感的地方 你習慣的海邊 然後有人會爬山 然後我自己也是在寫書的時候 會有焦慮 我就去附近叫山爬山 找回自己那樣一個安定的感覺 嗯 我又在想說到底旅行 很多人問你說哪裡最好玩 其實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一個經常的旅行者 你這本書裡面我還有一個共鳴 也就是你如果問我說 我人生最就是很重要的旅行的場景在哪 我從小就是一個比較獨立負責的人 就相對一般的女性同胞 這是真的 可是我後來發現我真的發現說 我的人生呢恐怕只有我一個人能負責的那個重大的一槌 是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在英國 我一個人喔 我所有錢都被爬光了 嗯 嗯 而且我不是去旅行 我是去讀書讀一年 那真的 信用卡也沒有了 而且那時候我是把所有的薪水都等於就是說 就卡片被提走了嘛 其實我本來應該有個卡片的 就是把所有的薪水領了 我打算要去那邊遊學一年 然後突然被爬得一乾二淨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開始自救耶 英文也是從那時候才發現說 我的確可以打電話跟警察溝通啊 雖然沒有把我的錢要回來 可是你在存活 你完全靠自己了 對啊 就是證明了就是危機就是轉機 嗯 真的是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在那個當下是很難要怎麼樣就去突破 然後跟那種轉念 我覺得就是要透過平常的練習跟學習 嗯 那時候又沒有 就是你沒有錢連電話都不能打 手上是沒有手機的 但是當你發現說 現在只有你跟自己求救 真的沒有人會救你的時候 那時候你自己的勇氣就出來了 對啊 哇 所以這樣我覺得很棒 就是其實如果你以後譬如說一無所有的時候 其實你完全也不會擔心的嘛 嗯 你現在如果要爭吻我 我要跟你講實話的話 就 嗯 只要你給我健康的身體 就算我現在一無所有 你放心 我還是可以賺回來 嗯 就跟那時候一樣 啊 對 就是那個底氣是原來是30年前被偷的一窮二白的時候買下來的 嗯 一定要想辦法 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現在我們在養孩子 最難的就是給他為自己人生想辦法能力 這就是一個問題 你知道我常常看到不負責任的父母養出了負責任的孩子 太負責任的父母就養出很不負責任的孩子 是最近那個有關孩子的新聞很多有沒有 對啊 我覺得這就是我覺得身為父母的那種兩難啦 就是很怎麼在你在不負責任跟要負責任之中找到一個真的一個很很好的平衡點 我覺得大家都在學習 是的 的確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那麼我們常常會有個誤解人生的軌道是 哎呀我現在以前我爸媽沒幫我安排 所以我現在呢要安排好 我常常勸喔 但現在我我孩子的家長年紀都還是比我輕很多 我就跟他說你有哪一樣是你爸媽安排的 怎麼樣別人安排的快樂嘛 所以你別想那麼多了吧 對不對 對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反而就是加上育兒 我覺得現在你可能也有一些年輕在育兒或者是人生的一選擇的時候 其實反而會想很多 那這很是不容易就是說要怎麼樣可以讓自己放寬心 然後讓自己心靜下來 所以其實這也是我這本書一直想要在自我探索 然後想要跟一些讀者一起去摸索的 好人生不只是一場馬拉松這是藍白托 他說他是一個旅行者一個旅行作家所寫的書 你這故事裡面也有寫說有個朋友啊他就得了癌症嘛 然後對於就是說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結果他就說服了家人跟醫師拿了標靶藥抗癌藥 按照自己的心願出走 然後他就決定就玩到掛嘛 其實我最近有個朋友也是這樣 就是是我大學時代的朋友 他就跟我講了他這個狀況 但他說我所有朋友我只跟你講 為什麼 因為只有你不會給我建議 你也不會哭 因為你只會說噢 因為其實那個即使很多年不見 那個叫心靈相通 我果然就是噢了一聲說好吧 那我請你吃飯吧 吃完飯他就有一天他就告訴我說 我現在帶了我的標靶藥物 現在我要去某個地方旅行 我說保重啊 然後回來他會告訴我 其實生命不就是這樣一回事嗎 誰什麼時候走你還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要盡興而活 所以這本書有時候也遇到這樣的一些朋友 甚至讀者 那我也在學習就是 他有一個想要做一個瘋狂想法決定的時候 你反而要放下自己的擔憂 然後其實就當朋友鼓勵他 甚至請他吃飯這樣 就很簡單的 你也不用安慰他 反正就跟他說我還是你的朋友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你也得到很多縱容 比如說如果今天是一個女生 我覺得其實在這個社會裡面 反而女生要出走還比較容易 對不對 大家覺得說我們沒有工作沒關係一下子嗎 可是你現在是一個孩子的爸爸 對 我覺得以前就會很壓抑 就是覺得社會的一個包袱 可是這樣換個角度想說 如果連我都可以這樣非典型 然後不受局限 那好像其實大家那些 就是有點像是以身作則這樣 對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直在學習 大家會懷疑你一定是家產用不完 都會 其實大家 其實要跟淡如姐分享 以前去旅行大家覺得你家一定有錢 然後現在我去打工然後工作 然後也覺得你家一定有錢 就會拿到萬隱侶 他說那目前也不可以 兒子 嗯 那些甚麼